CBA季后赛火爆冲突 球员爆锤对手脸部加喷垃圾化 场面一度失控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 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CBA的比赛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在季后赛比赛过程当中 爆发的一个激烈冲突 重手之后 那么在目前CBA季后赛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各场比赛都是进坚激烈 因为随着现在进入四分之一的比赛之后的话 各大球队都是非常强大的球队 而且都想为了最后的冠军发起冲刺 所以从目前来看 在场上就避免不了发生一些激烈的冲突 甚至发生一些伤人事件 比如说在最近辽宁队和山西队的这场比赛过程当中 就爆发了一个激烈的冲突 这场比赛我们看到辽宁队最终是116比104 以12分的优势是打败了山西队 那么我们也看到郭爱伦本场比赛也是彻底大爆发的 砍下了40分 10个助攻 当然我们回顾本场比赛 其实可以发现 这场比赛郭爱伦虽然说取得了不错的一个分数 但与此同时 他在本场比赛当中 也是多次招到山西队两个球员的针对 对郭爱伦本人来说也是挺委屈的 当时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冲突啊 也是发生在比赛第4节8分钟20秒左右 这个时候呢 山西的外援西蒙斯呢 也是持球面对郭爱伦这边呢 进行一个突破 结果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啊 西蒙斯呢 在篮下直接撞起来的话 上篮也是撞到了郭爱伦的面部 那么可以说呢 也是用他的身体重锤了郭爱伦 结果没有想到本身呢 这个犯规行为是非常过分的 那么郭爱伦呢 只是直接向裁判申诉而已 结果没有想到啊 郭爱伦的申诉呢 却招惹到了西蒙斯这边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反抗 所以在看到郭爱伦呢 直接提起申诉之后的话 他也在场边狂喷垃圾话 喊着Crab baby 就是说呢 郭爱伦是个爱哭鬼 并且呢 还做出了一个爱哭鬼的一个动作 那么可以说西蒙斯这个行为呢 无疑是相当过分的 本身我们知道郭爱伦这一次呢 确确实实是被西蒙斯这边呢 伤害到了 所以他要求裁判呢 进行一个申诉进行回放来进行重判的话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但是西蒙斯呢 这一次针对郭爱伦的一个合法申诉呢 去做出这种侮辱人的动作 那么本身呢也是非常过分 所以我们也看到当时啊 场面也是一度失控 那么双方球员呢 也是互喷垃圾化 一度呢是停不下来的 而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 其实很多球迷呢 也再度批评西蒙斯这种行为 因为我们知道西蒙斯本身在过往呢 也曾经在辽宁打过球 后来虽然说被辽宁给放弃 但是曾经毕竟也是同事 双方应该是知根知底的 也曾经一起相处过 所以对西蒙斯这种做法的话 确实呢有一些伤害前队友的一个心形 那么确确实实是相当不应该的 当然其实啊除了西蒙斯之外的话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呢 在本场比赛当中 同样是辽宁气象呢 曾经在辽宁清训出来的另外一个球员呢 也同样是和郭爱伦这边呢发生了冲突 那么当时郭爱伦呢 甚至也对他大喷垃圾化 所以说实话这一次本场比赛 感觉郭爱伦呢多次被针对的话 确实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当然这场比赛我觉得呢 虽然说郭爱伦能受了很多的委屈 但是他也证明了自己呢 依旧是辽宁队的第一核心 依旧是辽宁的第一人 他取得40分的优势 那么可以说环顾全场呢 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他的表现 所以可以说只要辽宁队接下来啊 郭爱伦的稳定发挥的话 那么他们后续呢 还是非常有实力去争夺总冠军 虽然说广东队的威胁很大 但是辽宁队呢 也依旧能够有能力去冲刺 最后的冠军席位 加油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